我必須講黃珊珊這一次的出手 她砲打馬英九是非常的高招 顯然對於民眾黨 或者是對於台北市政府 現在柯文哲的團隊來講 過年的期間他們沒有閒著 顯然正在 沿拟他們年後之後的新策略 我為什麼這樣講 年前其實出手比較多的都是國民黨 包括郝龍斌這裡 丟出了所謂的藍白河 還有像趙少康等等 這種所謂戰鬥欄 但是經過了過年這一段時間 她選擇馬英九 首先她是在喚醒那些 過去支持環珊珊的這些民眾 因為她在當台北市長之前 她其實是六連霸的台北市議員 那麼她轉戰了一個跑道之後 到了柯市府去 她要在這個部分 告訴大家說 我曾經是一個很好的議員 所以我點出了 你們覺得還不錯的這個馬英九 還可以讓她當上 從市長當上總統的馬英九 其實過去她不知民間疾苦 所以她的執政 沒有你們想的這麼好 第二個當然就是呢 她要弱化蔣萬安 我們選舉都有一個伎倆 就是說 就怕這個沒聲量 就怕沒新聞 對 大家忘記她了 對 那她所處的方式就是 她先以攻擊馬英九來說 我們也知道其實馬英九 對於許多這個藍營的人來講 為什麼最後馬英九在要卸任總統之前只剩下九趴 我們當時都常用這個九趴的支持度笑她 那就是不只是綠營的民眾不喜歡她 那麼是連藍營裡面當初這個所謂這個油電雙掌啦 或者是軍工教的年改等等 他們也認為說馬英九沒有幫他們講話 所以在藍軍的部分也有某一塊的人 是討厭馬英九的 對她來講 黃珊珊現在就是努力的能夠拉多少是多少 努力的再從這個20%再往上拉 黃珊珊從她攻擊馬英九的言論就可以發現 那麼黃珊珊確實選台北市長要選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請問你她為什麼要攻擊馬英九 而且是接二連三的攻擊 雖然什麼Bumbler也好 什麼水母也好 無能也好 這些標籤在馬英九當八年總統的時候 貼著她 但是後來馬英九事實上 聽說在深藍的群組裡面蠻受歡迎的 她當時那麼最低最低的民調調到9.2% 我們開玩笑說叫九二共四 可是那麼過年前 你知不知道在台北市聽說索取春聯 第一春聯這個藍營裡面 第一名的被索取的人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是深藍的這個部分 現在黃珊珊在做什麼事 黃珊珊打的如意算盤是什麼 她要攻擊馬英九 因為黃珊珊能夠拿到什麼票 我們用科學的方式 而不是情緒化的這個等於說分析 那麼黃珊珊目前看起來 你說她民調是第三 不過她的民調不斷的在串身當中 你說她的民調串身大非常高 我也不相信 她攻擊那麼馬英九的原因是 她也想拿潛綠的相關的票 潛綠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像森綠一樣 不是像森嵐一樣 這個基本教育派一定支持什麼人 不是 她可以支持這個 也可以不投 也可以支持誰這樣子 所以她事實上三邊都想要 三邊都想要的情況下 就告訴你一件事 她是完真的 所以黃珊珊說要有骨氣 沒有看過第一名 來求第三名的就對了 那你就知道了 藍白河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講出這樣決裂的話 他講出這樣子 我問你 他攻擊了馬英九的以後 我問你藍白河怎麼合 如果他攻擊馬英九 然後你朱立倫的國民黨 又跟他合 那你且不是意思就是認同 他攻擊馬英九的認點 是對的嗎 所以他們的裂痕越來越深 不過我還是奉勸 這個郝龍斌見好就說就算了 不要再提了 為什麼呢 藍白河可以私底下 做而不是公開到處嚷嚷 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K你很弱 你說我比你比我更弱 最後大家弄得不可開交 最後廝殺 但是我告訴各位 柯文哲絕對不會 那麼自己自甘 這個屈居第二根理核 讓你吃掉我的候選人 請問你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的最大戰略 可不是讓你國民黨上位 拉下一個民進黨 讓你國民黨上位 那我民眾黨跟柯文哲 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最大的戰略應該是 如何利用這場選舉裡面 那麼佔領最多的政治能量 就是藍白河的意思 你去看黃珊珊在這一波裡面 抓著馬前總統 講說他不食人間煙火 黃珊珊不是只有發一篇而已 黃珊珊的第一篇講的就是貪犯的事情 講說這個馬前總統 連去貪犯都沒有買過 結果這一件事情 他一丟出來之後 你發現他的效應就是 馬上就有人跟上來了 至少想趁聲量的國民黨的人 就會跟上來了 趁著聲量的國民黨人 等一下我們再講 這一旦跟上來了之後 連馬前總統的馬伴 他也發了一份聲明 發聲明說馬前總統 明明在市議會的公報原文裡面 講的就是說因為公務太忙了 連到攤販都沒有去買過東西 但是在同一篇裡面 他一發完之後 黃珊珊又發文了 所以黃珊珊不是只有一篇而已 黃珊珊是接一連二 後面還有沒有第三招不知道 但第二招再跟你補的更厲害 他第二招補什麼 他第二招補說 那你馬前總統你自己講說 那個你公務繁忙 所以你連到攤販去買東西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你沒有到攤販買過東西 但是黃珊珊這一招補的也很深 他說你馬前總統 有時間到各個攤販跟大家一起合照 你有時間到各個攤販跟大家一起合照 你沒有時間在攤販買東西 你別說你沒有在攤販買東西的消費體驗 那你們國民黨的人 難道不是真的不食人間煙火嗎 他就真的第二篇臉書發的文章 就是用這種方式他再吐 再繼續酸下去 這個吐下去你注意 黃珊珊第一次是講的是馬前總統 第二次他講說反正你們國民黨 不食人間煙火的 也不只馬前總統一個人 這一次這一刀打下去 已經不是只有馬前總統一個 他的目標範圍擴大了 這目標範圍擴大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想見 他其實某種程度 也是把講話要引射在裡面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 你看現在我們講說 他們都出來在趁這件事情聲量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去看不管是徐曉星的動作 洪孟凱的動作 還是羅志強的動作 在黃珊珊砲打馬前總統之後 這三個人都有動作出來 但這三個人動作都非常的有趣 這三個人的動作 按照我們剛剛前面談的 徐曉星的說法是說 反正藍白也不會合了 大家把事情講清楚也很好 但是我很想問一件事情 你不想藍白合 你也不要自爆嘛 什麼叫做不要自爆 你知道徐曉星去替馬前總統解釋的方式是說 因為黃珊珊有提到一件事 他在問馬前總統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維斯比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維斯比 結果馬前總統跟他說 我知道 就是維他命 結果他一講完之後 當然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維斯比跟維他命可以是同一件事情嗎 沒想到徐曉星這時候 竟然可以替馬前總統拗說 維斯比裡面本來就有維他命B 這難道有說錯嗎 我們必須要講 這種拗法是真的錯很大 這個維斯比裡面是有中藥的成分 再加酒精 然後再加維他命B 這不是單純的維他命 你最好醫生告訴你媽媽說 你媽告訴你媽媽說 你這個身體的狀況 要去多吃點維他命B群 如果你媽媽跑去 喝了三四瓶的維斯比 跑去跟醫生說 我有吃維他命 你看 都是維斯比 你覺得那醫生會不會崩潰 會嘛 這維斯比跟維他命 他命可以畫上同一件等號 這個我也覺得 許曉鑫這個邏輯 真是一整個死掉了 但是你會發現 他為什麼要特別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要在這事情上面 趁自己的聲量出來 一方面告訴你藍白和 我用我國民黨基層的方式 告訴你我不要和 二方面用一種 非常近似於邏輯死掉的方式 讓你留下印象 不然我找不出來更好的解釋 好了